一起来看到好久不见的曾雅妮 她为LPGA台湾锦标赛备战 今天举行反台记者会 曾雅妮谈到自己这三四个月以来的低潮 她坦言自己是太在乎排名与成绩了 让她忘记打球的初衷 前阵子有四分之三的赛事 时间她是都在哭泣的 更希望可以用我的力量去推广高好付球 或者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而不是就是因为之前一直把高好付球 就是当作我人生的全部这样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有很多 很多东西比高好付球还重要 就是比输赢还要来重要 一上台讲话就忍不住哽咽 拥有世界第一头衔的曾雅妮 经历了畅达三四个月的低潮期 看着自己的回顾影片 眼泪就这样躲眶而出 太在乎世界第一这个位置 太在乎成绩 可能太在乎旁边的人对我的看法 就是自己好像打球变得有点不是很快乐 就是如果说打十场比赛 就是以四天来算有四十天 我大概三十天在球上都在哭吧 分享自己这三四个月的心路历程 重新检视自己 年仅二十三岁的曾雅妮 似乎又成长了不少 在刚结束的韩雅营高球赛中 曾雅妮拿下第三名 这是她自六月份以来 第一次进驻前十名再次找回自己手感 我觉得调整算还不错 就是上礼拜就是给我很大的信心 然后就是我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就一年这样一下就过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期待 希望很多的球迷都可以到球场上 替我们所有台湾的选手加油 记者会上奥运跆拳道同牌女将曾丽晨 送上跆拳道的黑带当作祝福 扬升LPGA台湾锦标赛又将开打 多人都希望曾雅妮在渡过低潮期后 能在球场上重现世界球后的风采 继续展露笑容 开心打好每一球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吉昭 张元亭 台湾台北报道